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细胞学说的内容是 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3.人类体内有不同的细胞 其形状和功能都不相同 4.动植物细胞的构造和功能 5.比较动植物细胞的异同 各位同学 我们先复习一下 还记得什么是生物吗 我们人类是生物 各种动物 各种植物 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单细胞生物 只要能展现生长 感应 繁殖 代谢 这些生命现象的都可以称为生物 其实 不论是多大多小的生物 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这句话 这个理论是谁说的啊 话说 在三百多年前 有一位科学家 虎克 生于1635年 足于1703年 虎克幼年时家境非常贫困 但是 他凭借着精巧的手艺 还有后天努力的研究 发明了许多东西 是个发明大王 这是虎克自己制作的显微镜 虎克利用显微镜看了什么呢 虎克呢 将软木塞切成很薄很薄很薄的薄片 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 看到像这样子一个一个蜂窝状的小格子 虎克将这个小格子称为Cell C-E-L-L 后来 我们的华语翻译成细胞 但是 软木塞是生物吗 当然不是 软木塞是植物的死细胞 那和真正的植物细胞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来和洋葱表皮进行一个比较 这是洋葱表皮细胞 同学们有发现吗 软木塞薄片和洋葱表皮就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一点 一点 两点 三点 好多点啊 是的 软木塞薄片看到的只是死细胞留下来的构造 但是真正的植物细胞 内部应该有更多细微的构造 那我们人类呢 我们人类也有许多不同的细胞 例如我们的肌肉细胞 形状细长 可以借由收缩来牵动骨骼运动 这是我们的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有许多凸起 这就是神经细胞的凸起 神经细胞可以借由这些凸起来帮我们传递讯息 我们人体内最长的细胞便是神经细胞哦 这是我们的口腔皮膜细胞 口腔皮膜细胞形状扁平 在口腔中排列的很紧密 借此来保护我们内部的构造 虽然各种生物细胞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生物体都是由一个一个细胞构成的 这个现在人人都知道的理论 可是累积了一百多年 很多科学家提出了证据才形成的学说 那么这个细胞学说是虎克提出来的吗 不是的 这个学说提出的时候虎克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 细胞学说是由许旺和许莱登两位德国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 在1838年到1839年间提出来的 细胞学说的内容 生物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虽然动植物细胞形状颜色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细胞都有基本构造 也有这些构造的特定功能 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吧 细胞的基本构造有 细胞膜 细胞质 细胞核 各位同学 现在想象一下 你手上有一个气球 里面是空的哦 现在开始 在里面灌浇水 灌浇水 灌浇水 好 灌了八分满之后呢 再塞进去一颗酸梅 然后把它绑起来 现在各位的脑袋里 有没有想象到一颗 软软的 黏黏的 QQ的 气球模型 这就是一个细胞的模型 气球皮就是指的细胞膜 那个胶水就好像是细胞质 那颗酸梅 就像是一个细胞核哦 我们首先来介绍细胞膜 细胞膜 作为细胞内和细胞外的分界 是细胞的门户 可以控制细胞内外物质的进出 再来 细胞质 是位于细胞膜和细胞核之间的 胶状物质 细胞质内有很多的构造 各有不同的功能 部分构造呢 是由膜包围的 可以独立进行特殊的功能 例如 立腺体 还有 耳包 立腺体 像细胞中的发电场 可以分解养分 产生能量 提供我们使用 动植物细胞 都具有立腺体 代谢越旺盛的细胞 立腺体会越多 例如我们的肌肉细胞 在运动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能量呢 所以肌肉细胞中 就有大量的立腺体哦 一包 从字面上来看 就知道 一包里面主要成分是水 一包可以储存 细胞内的养分和废物 动植物细胞都有一包 但是同学发现了吗 植物细胞的一包 怎么这么大 对 植物细胞中的一包呢 除了可以储存养分 废物 一些色素之外呢 还能够在细胞里面 协助维持 植物细胞的形状 接下来我们看细胞核 细胞核 大多成球状 而且大部分的细胞 都只有一个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 有遗传物质DNA 也就是去养核糖核酸 DNA控制细胞的代谢 是细胞的生命中核 如果没有细胞核 细胞便会渐渐地失去活性 最后会死亡 大部分的细胞只有一个细胞核 但是有些细胞并没有细胞核 例如我们人类的红血球细胞 它的功能是运送氧气 到人类的其他细胞 所以它没有细胞核 可以减低氧气的消耗 但是也因此 没有办法存活太久 植物细胞跟我们动物细胞 有什么不一样呢 植物细胞 多了细胞壁 还有业力体 植物细胞的细胞壁 位在细胞的最外层 在细胞膜之外 主要是由纤维素组成 可以保护细胞 和支持植物体 叶绿体 里面有吸收光能的叶绿素 可以协助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 我们分别介绍了 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的构造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 动植物细胞的构造 有什么异同呢 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 是不是都有细胞壁呢 哦 不是 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 植物细胞才有 细胞质 细胞膜 细胞核 是细胞的基本构造 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都有 立腺体呢 是的 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都需要能量 当然都有立腺体 叶绿体呢 动物细胞没有叶绿体 植物细胞呢 只有绿色的植物细胞 才有叶绿体哦 异胞 动物细胞的异胞 小而多 但是植物细胞的异胞呢 很大 而且通常一个细胞中 只有一个异胞 接下来 我们来动动脑 想一想 每一个植物细胞 都有叶绿体吗 为什么 我们先想想 叶绿体的功能 是的 是在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 你可以看看 水韵草的细胞 和洋葱表皮细胞 哪一个 才有叶绿体呢 是的 主要行光合作用的细胞 是叶肉细胞 和保卫细胞 并不是每一个细胞 都有叶绿体哦 例如 你在图上看到的 洋葱表皮细胞 就没有叶绿体 再想一想 细胞的水分 都在液包里吗 当然不是 水是最好的溶剂哦 细胞中 有70%都是水 可以携带物质 促进作用 液包 只是储存过多的水分而已 想一想 哪些细胞 有粒腺体呢 啊 粒腺体的作用呢 是 用来 分解养分 释放能量的工厂 所以 想一想 需要使用到能量的细胞 有哪些呢 答对了 每一个细胞 都有立腺体哦 所有的细胞 都有细胞核吗 不是的 细胞核 虽然是细胞的生命中枢 通常只有一个 但是 我们刚刚举过的例子 人类的成熟红血球 就没有细胞核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介绍了细胞的构造 内容包括 虎克如何发现了细胞 细胞学说的内容 细胞的学说内容为 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再来我们还介绍了 我们还介绍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